共激绕台不厌其烦 解放军备战大秀肌肉 台海危机持续升温 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17号发布550页年度报告指出 未来恐怕只会变本加厉 即便中国自身面临经济难题 人口衰退政治内斗四面楚歌 习近平仍有意冒险下令武力犯台 不惜砸重金发展军事能力 不断部署新型军舰飞机和导弹 在近视实战的作战环境中 我们根据空中态势灵活运用战术战法 报告与警示 对北京来说清台不是军事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包括点出问题在于短期内武统台湾 对中共来说风险太高 除了打击能力 还有能阻止美国干预 目前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不足 中共既自信又恐惧 却维持好斗野心 因此专家建议 美国应更积极强化威吓力 并协助台湾增强国防 否则基于习近平对风险承受度较高 又想留下政治遗产 北京搞不好 不顾美国直接攻打台湾 两岸冲突一发不可收拾 三岁冲突一发不可收拾